小蕾 小蕾 扎子兰 保持冷静 黄秘书 是不是你 扎子兰 你先杀了我哥哥嫂子 然后现在又把小蕾杀了 你还要不要一点眼泪 你可真会血口喷人 老厂长夫妻就是你杀的 现在你还把小蕾给杀了 完了现在要把 所有的原因推到我身上 你真是一点良心都没有 来 怎么了 你们晓不晓得 可厂长特别喜欢野花 这样的野花吗 这个野花肯定是厂长送给小蕾的 然后再把他弄死 你不要在这儿装好人了 凶手就是你 厂长是小蕾的姑姑 她再怎么恶毒也不可能杀了自己的亲侄子 我跟她虽然没有的血缘关系 但我只认为我对她比谁都好 尤其是对这个亲姑姑 你对她好 对啊 那你还让她喝酒 她是一个从来不喝酒的人 不是你骗她喝酒 她会喝酒吗 我要真的想杀她好 就像你说的 但我干嘛要让她喝酒 喝酒刷子呢 这个人十年前为了珍场子 杀死你哥嫂 现在又杀死小蕾 你真是枪毙一百次都不够 哎呀 我们发现了一个物证 小蕾的工作队 我的东西 这就是你啊 啥意思啊 就是我 我就是曾经的那个孤儿 所以是你害死了她 错了 你这个人真是 一会儿说她一会儿是我 人绝对就是你杀的 嘿 证据都在那儿了 你看不见吗 什么证据 什么证据 一个工作证就是证据 不然为什么工作证 会出现在这儿呢 要了呀 这么巧吗 小蕾死的时候 身上有你的工作证 这还有什么 在她身上发生了 法医都在这儿了 这是不是就你们说的 什么证据啊 你们两个绝对有一个是凶手 好 我想问一个问题 你哥哥对美雷怎么样 刚开始的时候挺好的 后来 反正因为一些事吧 就是 有一点隔阂吧 没那么亲 后来的话可能会跟小时 走得更近一些 你嫂子什么呢 我嫂子因为小时炒过很多架 就是会觉得为什么 我哥要对小时那么好 对自己亲生儿子不那么好 所以就有点怀疑 是不是我哥在外头 来 黄毕叔 几个问题问一下你 咋子 目前我得到的消息 是厂长认为他的 夫人和别的男人 生下了他 这个消息 你知不知道 老厂长的这些私事 我其实啥子都不晓得 但是我敢保证 我 一定是一个 杰森之号的人 你这个表白就是过于的多局了 长白了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比较乱 现在科学的手段是能够解决问题的 对 对 对 所以我们不管他们怎么炒 怎么蒸 什么东西 把他们的身份信息 把他们的互相观点信 拿出来 对 亲子坚定 我们就看了后面有没有结果是出来 可以 可以 我对他